我發覺每天都喜歡唱歌 最想達到的一個點是成為歌手 所以反而向著這個目標進發 為何會進去讀導演或電影 我想大家聽過歌或音樂影片 都會發覺我很喜歡拍攝很多故事 其實我是一個喜歡說故事的人 讀了電影後 其實是給了我更多武器 如何充分地說出我想說的故事 其實2015年出道 然後到最後一首歌 大概是200度 當時就出了《愛與罪》 當時就認識了一些監製 亦開始跟他們在幕後 電影做不同的工作 看似不知道Yang去了哪裡 我是去學懂了一些關於音樂 或者我們衣門藝術周邊的一些東西 希望令到有一天我回來的時候 可以讓更多人知道 或者透過我的作品 有更多不同層面的感受 很多人都說 因為你工作狂 你經常在工作 關鍵在於 因為我從來沒有當過一件事是我的工作 可能大家會覺得 你在做事、在錄音樂、拍照、拍片 對於我來說是玩樂 對,這是我的生活 這是我每天的職域 可以不斷做一些我喜歡做的事 而我覺得在鍛鍊當中 亦是能夠利益到我在我的心態上的事 所以我每天都會做同樣的事 是一個習慣 要有一個習慣 要保持自己的生活 其實我自己亦都很希望 可以建立到自己的首飾品牌 因為 其實我手上的首飾 我每次都會帶一樣的 有很多人都會問 因為我每次看見你 你又不換 因為我手上的一些東西 都是對我來說很重要的一些記憶 這是我剛才說的那四個優惠 勇氣、正義、平衡和智慧 而這個是其中一個 我覺得很重要的 叫Memento Mori的一個想法 其實就是跟你說 所以我很希望透過我人生不同的感受 一些很多不同的歷史 而放在一個自己的品牌上 希望帶著的每一個人 可以看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都會提醒他們自己 這些是我緊守的一些宗旨 還有一件趣事想跟大家分享 其實本身My Everything的其中一句歌詞 是叫做 你知不理性 話說我拍完音樂影片或錄音樂影片 我一直在想 為何你知不理性 我知不,為何要理性 所以我就自己挑選了 不是…你不知理性 話說我錄了整首歌之後 我拍完音樂影片或錄音樂影片 有一天我的填詞人打電話給我 他說Yana,你好像唱錯了歌詞 我說是嗎?改不改到嗎?改不到 不如你改詞吧 所以最後我就冤枉了我的填詞人 硬吃了這份詞 所以我在想衷心對我心仔說對不起 這是我的錯 不過希望你會喜歡我 有份一起填的 你不知理性 謝謝 謝謝